现在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3DMass里面的 基础的动画的操作方法 那我们在 3DMass里面 制作动画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到两个 基本的功能,一个是 一个setkey 还有一个是autokey,那基本上 他们这两个操作的方式是大同小异,只是说autokey 他在制作的时候呢,他可以省略一个步骤 这多省略一个步骤 那现在跟同学先介绍一下这个 setkey的一个动画的一个 操作的方式 首先呢,我们建立一个在视窗里面建立一个box的物件 那 我先建立在这个 我们视窗里面的左边 好 这时候呢,我们 在这个底下的这个地方呢,我们选择这个setkey 这时候呢 我们按一下setkey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在我们的视窗里面出现这个红色的边框 这代表说我现在这个 是一个动画的记录的模式已经启动了 那这时候我们点选我的 我的物体 点选我的,记得要选到我这个 这个box的物件 那我们先把这个时间轴呢 这个播放的时间 这个bar呢 我们把它移到最左边 那这个是零格 这是我们这个是影格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影格是0到100的影格 首先呢,我要记录了 影格 第一个影格是这个物件的位置是多少 首先呢,我必须按一下这个左边的一个 图示的一个像钥匙的一个图示 我们先按一下这个setkey 按一下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产生了一个 图示 一个红绿蓝的图示 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是 代表说它记录了这一个 这一个 box物件的 这一些轴向的位置 这些 比如说像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x轴 y轴 z轴 这个位置 这个数据 然后呢 我们试着 把时间轴呢 移到 20 20 20影格的地方 然后我们选取这个x轴 我们选取x轴 然后我们试着 把它移动到我们的 四窗的右上角 然后 记得我们必须再按一次这个setkey 这时候 我们可以 移动我们这一个上面这个bar 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物件已经产生了一个 由左向右的一个 移动的 简易的动画 产生了一个移动 那如果说呢我想要 假如说我觉得想要把这个 box呢移动到外面 因为我觉得移动不够 我想要移动到外面的时候呢 我们试着把它移动到外面 可是呢我们在回头播放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 好像还是在刚刚的位置 这是因为我们刚少了按了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必须再按一下setkey 就是说我们在 修改我们这个 动画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 再按一次 这个setkey 因为我们使用这个 这个底下的这个setkey的一个功能 那假如说呢我想要 让它出去一点 这时候呢 我们再按一次这个 setkey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这个动画 在播放的时候呢 它就会产生一个 已经超出的这个刚刚 我们设定的 这个范围里面 就是我把它移到这个 这个框框外面 的一个这个物件的移动的动画 好 那如果说我要还原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还原到刚刚的位置 然后我就必须再按一次这个setkey 所以它的操作方式是说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一个 移动你必须再按一下这个setkey 它必须去记录它 最后的 位置 好那我们 继续做 我们想要做一个就是 在这个box在这一个 格子里面做一个 一个 由右 由左向右 然后再由右往右下的这样一个 视角的 移动的方式 好 这时候呢我们先移动 时间移动到 45个 我们要移动到45个 好 好 这时候 我们 选取我们的这个 这个方向 那个方向我们先看到的是一个 歪走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一个歪走的部分 好 那我们选取歪走 按住我们的滑鼠 左键 直接移动 移动 好那移动 差不多位置 的时候呢 我们再按一下这个setkey 好 这时候呢 一样 我们继续做 我们把它移动 到这个 左下 那一样我们记得 我们先移动 我们的时间 影格 我们先移动 影格到60 然后我们再选取 这个方向是 Excel 所以我们先移动到 这个左下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这个setkey 好所以它操作模式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 Box已经在移动的 朝我们刚 我们所设定的方向做前进 好那我们以最后一个 记录是要记录到这个球 它移动到 不是这个box呢 它移动到这个 我们刚原来的位置 好那我们可以 一样把这个 时间呢把它拉到 这个80影格的地方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方向的 轴向呢是 Y轴 然后我们移动到 这个起始的位置 好 我们再暗示这个setkey 好 你有看到我们这个 球 这个box呢 已经 按照我们这个四个方向做移动 好那我们可以按一下我们这个 键 我们在这个荧幕上 在这个 面板这边有一个播放键 这个是play animation 所以我们按一下这个play animation 它就开始播放动画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setkey呢 把它 结束掉 好这时候呢我们就产生一个 一个 视角移动的一个简易的动画 我们来看 需要 并 不